这一天,马里兰州格兰埃伦小学里一群八岁的孩子体验了一次不同的学习经历 我叫安·麦卡勒姆,我今天来带你们看看可以吃的家庭作业 作业真的可以吃掉,孩子们学习模式应度表示,不拿矿物练习,而是给奶酪和水果分类 弗雷·德里克·摩尔是一名科学家,他专门对各种元素进行分类 在区别硬度的时候,你们认为奶酪该归哪一类,苹果的硬度又该归哪一类呢 孩子们的老师苏雷·琼恩表示,他能看到学生从这种方法中获益 他们能够视觉化地看到分类线,一是最软的,而十是最硬的,我很欣赏这种方法 将食物与数学和科学联系起来,正是麦卡勒姆最近两本书 《吃掉你的数学作业》以及《吃掉你的科学作业》的主旨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感到数学和科学和自己有关,但所有孩子都知道食物和自己有关 他的数学食谱很简单,但是却能够解释清楚,很难用版书写明白的复杂数字概念 我的书里有分数,有几何,有一些代数,还有一些序列模式 他的科学食谱包括了重粒、原子粒子、遗传特质、天然液体 还有他的个人最爱,隐形墨水,这是用苏打粉、糖和水制成的 当你在面团上写写画画之后,隐形墨水加热后就会显现出来 麦卡勒姆通过研讨会向其他教师解释他的教学方法 我想我会教会家长其中的一些食谱在家里使用 琼恩说,这能让学生们无时无刻地对学习充满兴趣,而不仅仅是在教室里 这让我更愿意思考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特别有趣,能发现数学和科学的全新世界 美国联邦政府表示,仅有16%的美国学生精通科学和数学 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这个数字 麦卡勒姆的教学方法提供了一个快速起跑的方式 美国之音记者艾尔玛斯利,马里兰州银权镇报道 麦卡勒姆的教学方法提供